这位老奶奶不小心被皮虫咬了 皮虫还在脖子上挂着 老奶奶说被咬了之后就马上来医院了 不敢自己处理 医生是位老爷爷 他说被皮虫咬了及时找医生是对的 皮虫咬人的时间越来越多 为此他还专门拿皮虫做了研究 他捉到一只活蹦乱跳的皮虫 这就是皮虫的模样 很小但很毒 皮虫跳到人身上之后 会寻着气味找到有皮肤的地方 他们喜欢停留在脖子 脚踝 腋下等不易察觉的地方吸血 一开始皮虫会用口气刺穿着的皮肤 然后分泌出一种麻醉液 他一点一点地把头埋在皮肤里面吸血 人却不易察觉 直到毒素进入皮肤后 人们才发现有异样 而这个时候不要慌张 且不可直接生拉硬疤 容易断在里面就更麻烦了 最好的办法是找医生来帮忙 毕竟这里是专业的 老爷爷拿出架子 准备给老奶奶把皮虫了 这可是个技术活 没点实力不要瞎模仿 这位老奶奶脖子上的皮虫 不知道什么原因 已经死了 但依然还有半截插在里面 老爷爷拔起来十分的小心 看来这皮虫口上的钩子 已经深深地嵌在老奶奶的皮肉里面了 没办法 老爷爷只好用夹子将皮虫夹住后 360度旋转了几下 然后夹紧了皮虫再次轻轻往外拉 老奶奶此时疼得呲牙咧嘴 但没有办法 此时皮虫已经被拉出好远 还没拉出来 这老爷爷也不敢太用力 只好就这样与皮虫僵持着 好在这还是一只皮虫的尸体 不然这种状态 恐怕这皮虫还要往里钻 终于 皮虫头上的钩子 已经支撑不了这样的拉力了 皮虫被拔了出来 如果是一只活着的皮虫 我们来看看 这位小伙是怎么拔的 这只皮虫是小伙用来做实验的 在皮虫还没有把头埋进皮肉里的时候 小伙就将它夹住了 虽然皮虫只有一个钩子 勾住了小伙的皮肤 但拔出来后也要及时就医 夏天来了 在野外的草丛中 经常会有皮虫出没 大家要注意安全